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的军武器人,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世界附围时事》要跟大家讲讲美国海军的安排 其实这个安排不是很特别的东西,不过有很多传媒都说 美国的海军将他们的黄蜂级特击艦马金岛号,我们叫HD8 他在加州的圣地牙哥海军基地静悄悄出发,似乎是比较低调的部署 当然他前往的目的地一定是印太地区 和他一起出行的也有两艘包括圣安东尼奥级一艘两栖运输 还有海军陆战队的第十三远征队 我们经常说MEU或者ARG,我们叫两栖战备群 一个整体去出击,过来印太地区 上面偏整了10架的F35B闪电异形 我们就是说F35B,到时会随队出发 当然大家会想到,如果现在加上这一艘Macon Island 印太地区是否有很多F35B 又或者它本身有很多航空母船 其实未必,因为说回USNI的图 最新出的都是两三日前的 你会观察到,包括现在在德黎玻璃号 其实他就在F35B,在F35B 在F35B,已经几天了 所以他在F35B,完成了F35B的访问之后 其实他应该就直接回到美国西岸 就是我们说的第三艦队那边 就会回到西岸圣利亚哥 完成了今次的印太旅程 德黎玻璃号也是相当辛苦的 因为今次5月部署来到现在 一开始时,差不多20架F35B 放了上去 以看头来说,相当有看头 你看到甲板上,什么什么都是机 除了机都是机 除了F35B,都是F35B 没太大事,就全部晒了 这个也在测试一个突击航母 或者我们叫做闪电航母的概念 当然,这个概念要放在水域最庞大的印太地区 去做实验 即是我们说明眼针对的对象 都真的是中国 但当然,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航行 都差不多需要回家 做一些休整的情况 其实我们说到Tripoli 即德黎玻璃号 前半段时间,事实上是真的 因为Shohan摆满了F35B 然后让大家看到它一个很丰富的 纜上基地 能够用到大量的突击机 即我们说F35B 进行一个空中争夺 或者圆岸攻击能力 后半期,它已经慢慢重新做一个ARG 即是两棲攻击类 即是包括一些战斗直升机 MV2等等 又做一个比较平衡的配置 所以这次Tripoli玻璃号 是连续做了两个实验出来的 不过怎么说也好 现在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有 包括Ronald Reagan Longerigan号 现在在座阵 也有美利坚级 即是美利坚级 和德力玻璃号 尽管德力玻璃号要走 美金,即是Macon Island 和马金岛号 其实它的倒林 刚刚填充了德力玻璃号 所以现在在西太平洋 仍然保持着一带两势 即是一带 CVN76 Ronald Reagan 两个小的包括 USS AMERICA 美利坚队长号 以及来近Macon Island Macon Island 其实它也算是其中一手 LHD 即是黄蜂级的突击艦 上面改装了 可以承载F35B的平台 之前包括有黄蜂号 X6 以及Macon Island 理论上原本 好人理刹号 应该是第四手 好人理刹号 变成熟人理刹 都烧到熟了 最后变成废跌 卖后 便少了价 所以 接下来的手 应该是拳尸号 我们会再看 Boxer之后 如果改装了 它又能够搭载F35B上来 所以 如刚才所说 熟人理刹号 其实是一个不幸 如果计算数 可能未必是Macon Island 可能是熟人理刹号 便会来到印太地区 好人理刹号来到印太地区 根本是一点都不陌生 好人理刹号以前也有试过 在黄蜂号之前 也看到有好人理刹号的身影 所以好人理刹号过来印太地区 亦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 就像我们大家常见到 像老朋友那样的情况 说起闪电航母 德明波利欧今次做了个好示范 带了20架F35B上去 但其实我们觉得 以黄蜂级、美利坚级 这种27G级的船来计算 10至15架F35B 可能比较适合 尤其是10架左右 亦都是海国陆战队似乎想 将现在的中队的尺寸 偏做10架F35B 你看到包括 在黄蜂号上 亦都有10架F35C 海国陆战队的一个编制 中队的编制 航母编制的编制 放在海上移动平台上 大家都相信 为什么要持续 一大两势 军艦依然要填补 印太离居 第一件事 绝对与台海的情况有关 台海也好 南海也好 其实这两年 都见到美军大力缩减 中国的势力范围 主要包括更多自由航行任务出现 自由航行任务出现 包括需要自由航行 经过南沙的岛礁 和西沙的永兴岛附近 六海里的情况 在六海里以外 自由航行 亦都有台海 包括要穿越台湾海峡的情况 其实某程度上 亦要兼顾日本最近海上紧张的情况 中俄两边的军艦亦经常胜 今年第几次 都数不到 很多次围绕着日本 所以对日本来说 今年2022年 对着中国 无论是军机和军艦 扰日的次数亦大大上升 所以在亚洲区 亦是印太水域 紧张的情况 亦是与日俱增 当然如果我们说到 现在你派到一带两势 两个好像来自闪片寒母的概念 除了对中国 对北韩 亦是另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大家也看到 金正恩近期 都很积极地向美国挑衅 包括不停射导弹 派出更多的飞机 另一百十架飞机 亦有导弹发射到 一个我们说在线上 非常之近 南韩领海大约六七十公里左右 导弹下海 都是相当挑衅和敏感的 亦有挑战日本那边 所以北韩最近的形势 都不太好 所以美国在这些情况 都会派出航空母船去招呼他 我们也说过 一手正常两手警告三手都灭国 既然现在 美国的航空母船 本身都是捉甘见爪 包括渣滩号也好 或者南车楼也好 其实福特航和布殊号 他们现在的状态都比较斜 剩下的空母船 其实他们能够承担 包括维修的时数 或者他们有空出港的情况 都用得很准 变成维修周期拉长了 所以每一手大家发现 现在的航母出任务时间 由以往 但六至七个月 现在平均要八至九个月 所以对航母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维护周期拉得太长 自然他们的调配 会越来越建筑和建筑 所以既然无办法 动用到两手 或者甚至三手的七个航母 不如一带两小的航母 出来夹一夹 理论上 对北韩来说 都会有他害怕的地方 包括我们来说 只推出Ronald Reagan 其实他都会害怕的 所以今次 就派Megan Island 上面有F35B的部署 相信在区域里面 局势的稳定 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说起 美国这种两栖攻击艦 上面 甲板可以布防F35B 其实比以往 他们可以用到 AV-8B 即我们说 搖式的战机 其实进步很大 包括 他的武器的囚导量 作战的半径 甚至乎 他本身 战场大小感知的能力 都实在好得太多 原因很简单 因为F35B 大家知道 他有很强劲 本身的电子战能力 以及隐形性能 所以对方未必那么轻松 能够找到F35B 然后对他的攻击 他本身的作战半径 虽然跟陆基亦的战机 没得比 但胜在一个移动平台 去到哪里 打到哪里 所以南载机来说 就没得算 不过因为他本身 都属于第五代的战机 以及隐形性能 都相当不错 所以可以 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一些 防区外的武器配备 例如JSOG JASM 或者很多不同的武器 包括Larsum等等 如果将来配置 可以令F35B 在大概500公里以外的範围 能够作出一些对栏 和对地攻击的目标 形成了一个很强的打击群 一个迷你的打击群 便会出现 而F35B本身的感觉 非常强大 所以他有一个巨大的数据融合能力 亦有一个Share 共享的能力 绝对可以令附近 无论是战机 无论是陆地和海上的载具 都能够同样分享到 在前线非常有用的情报 所以你可以当他一个 数据共享的中心 如果作为在一个战区里 即是第一击的力量 其实是不差的 作为第一击的力量 也有办法 可以即时为对方作出一个重击 当然始终闪遍航母 其实他也有作战的限制 包括他首先 搭载的蓝载机的数量 始终不足够 所以出击价次往往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和超级航母比较 可能一天的出击价次 都是50架次左右 和超级航母肯定是没有比较的 另外他上面也没有一些 重要的资产 例如空中预警和管制机 没办法 因为他们都需要用到弹射器 弹射上天 但两车攻击蓝 不可能有这些配置 所以没办法 提供到艦队一个即时的 空中预警和管制 变成空优上未必有这么好的保证 当然你可以说 我可以飞F35B在上天 然后就用F35B几架 变成一个像力场的形式 不断探索附近的空位 都没有说不行 但如果你一手上 都是说10架 或者是15架 F35B 用了4架去做预警 就不太划 而且续航的时间 也不够鸣眼 或者E3 哨兵 那么好 那么长的滞空时间 去做空中的指挥和管制 所以如果这样计算 当然没有鸣眼那么好用 所以某程度上 也削弱了 我们说CV航母 它本身作战的耐性 另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办法升空加油机 空中加油机 都真是所有蓝载机的实力蛋白 可以令它们大大提升 它们的作战半径 以及载重实力等等 所以如果你见蓝载机 很多时候 都没有一个专用的加油机 但是它们有一个叫做伙伴加油 所以你见蓝载大洪峰 可以跟蓝载大洪峰 做伙伴加油 有时可能其他机 都能够空军 都可以派出加油机 为海军加油 有时问题不大 不过你见 这个线变航母的concept 未必能提供到有用的加油机 很可能你需要在日本附近 派出一些加油机 例如MC-130 为你做一些空中加油的情况 但始终都不是属于美国海军的偏制 所以如果一旦 它们和陆基的国家 即陆基战机的国家开战 其实都未必说是那么熟 例如对着中国的情况 对方有六基型战机 例如殲20 或者殲16等等 它们的优点 就是它们的航程是大 再重是强 所以空中的战斗力 非常强悍 当然弱点可能会被日本 发现先 被美国发现先 然后发现先 就可以攻击先的情况 但始终中国也开始大量装备 它们的第五代的隐形战机 即是这个殲20 所以作战上 再配合一些 例如殲16的电子战飞机 虽然似乎和美国的交手 还差一点 但也没有否认 如果再加上殲20和殲16 这个组合 有些迟F-35 或F-22 配搭EA-18G的攻击能力 就算不可以攻击到最顶尖的飞机 如果要对付日本的F-15J 或台湾的F-16V 都未必没有一战的能力 再加上空中的相遇 如果用小电航母上的F-35B 航程比F-35A和C型短 对着殲20来说 空中潜逗的时间 未必足够 如果再配合1200 再加上中国其他机种支持 包括空中加油 和空景500 这种空中预警及管制机 在附近加持 纯粹的F-35本身 在体系上作战来说 就算是比较不利 所以大家得出一个观察 如果单凭日本甚至南韩 他们海上机场的能力 即我们说到 如果动用到美军 例如我们说的美利坚号 等等 个别的战艦 对着中国陆基战机的战场上 如果不是太靠近日本 而是比较靠近中国 或者台湾这边的水域 日本或者美军的优势 就不特别明显 所以可能日本和南韩这些民国 都要增加多些些 他们的轻型航母的实力 整体上海上的机场能力 才能够和中国陆基的战机 可以一起应对局部危机 包括跌越台 或者台湾 即是海空战上的特杂 或者突然数量增加战机上的回战 我相信日本是看到这个趋势 所以他们也会改装出运级 两艘航母 出运号 加河号 将他们改装成为F35B的闪电航母 当然上面搭载的数量 不可能像美利坚级那样 即是4万吨 可以放到15架F35B 如果我们来看 七云级这种2万人 接近3万吨的吨位 大概可以放到7至10架F35B 在上面经营 2024年应该能够将两艘改装 但真正的形成战力 我相信最快最快 都要到2027、2028年的情况 去到这些时间 大家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台湾战争真的发生 能不能等到2027和2028呢? 这个当然都是未知之数 但我相信日本也会做评估 即是如果他发觉 台湾战争是迫在未知 所有东西都需要加快部署进行才行 但怎样计算都好 日本就算不拿这些战艦作战 其实这些战艦本身 作为海上的机场 亦是一个很大的参考 所以他们可以当作 一个海上机场中转站 给他们的F35B 作战完后 可以在上面降络 保弹 然后再继续出击 所以除了是真的 海上作战平台之外 一个更大的价值 就是海上补给站 一个海上中转机场 这个说法 我相信一定是深受美国 或者日本的欢迎 所以我们相信 这种两棲攻击艦 或者小箭堂母概念 其实对台湾战争 或者我们看到 调鱼台起冲突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的助益 但如果根据David Berger 海军律战队 他们最新司令的想法 他们绝对不会想着 拿闪电航母 代替美国航母 在他的计划里 绝对不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David Berger 绝对会把美国海军陆战队 附属于美国海军 尤其是在海洋上作战 都是以海军为首的 但美国海军陆战队 不是行行企企的支援 而是在倒序上 发挥到他们最强的威力 包括布置一些反航飞弹 防空飞弹等等 海上的支援有海军 如果海空的支援也可以找海军 那真的有什么事 理论上 找空军都应该不会拖你手肘 所以我们也提及过 海军陆战队现在的战术 既可以依附在海空军的力量之下 亦是独立于他们 建立自己的倒链防御 一个那么独特的作战概念 所以总结 我们也相信 两栖攻击艦F-35B 是一个完美之一 而他们未来 亦不可能是海战 亦不可能取代主力的超级航母 作为最强的中间力量 这绝对不会是海军陆战队的定位 但如果以辅助作战来计 或者成为一个海上的中转机场 和補给站 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大 所以我们会继续观察 美国如何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 LHD和LHA 将来会改型 甚至将LHA-8和LHA-9 可能会回归 之前有点像LHD的玩法 我们会继续观察 即是他们的作战概念 如何推演 最重要是在台海战争的时候 尽早作出准备 无论你是2024、2025、26、27、28、29、30 其实美国陆战队和海军都好 他们都要作出早一步的准备 因为对他们来说 不开战 只是用威胁的力量 去停止战争才是他们最大的王牌 好,这一节的分析 大概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也当手记得看看广告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可以按铃铃铃 另外也考虑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一杯咖啡价 支持广东话这些军事评论的文化 另外也可以随便破禁 当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曝光率和推荐的情况增加 我们的节目支持Larry 我们在世界防卫时事 或者其他乌克兰的情报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